有什麼事 詳細詞 沒有詳細詞 讓我站在旁邊 嗨大家 我們真的來日本了 然後這一趟是來工作的 他是隨護隨從保鏢攝影師 保姆、助理、活體Google Map等等一切的功能 好像跟平常也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人在大阪 我們是昨天抵達 但因為昨天太累了就都在休息 那今天是第一天跟著工作的行程 我們現在在那個 難波站 然後等一下要去一個觀景台 叫做哈... 阿貝耶 哈...卡魯 哈...哈...卡... 系列的 反正等下先去一個觀景台 參觀 現在要搭電梯上去了 電梯裡面有一些裝置 然後走出電梯是長這樣 哇 你不覺得那個電梯跟我們在紐約那個是完全不同的風情嗎 這邊就是很日系這種很隱晦的 紐約的就是大名大放 要讓你看到說我在這兒喔 你有來搭到這電梯 好漂亮 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好像要先去一個參觀他們的那個直升機的停機品 上去之前會先發這個手環 這個是一個tour 然後每一個時間 應該是有固定的時間點 要提前續約的樣子 但我也不是太清楚大家自己查一下 上去之前要先把所有的東西 除了相機跟手機外的東西都放進置物櫃裡面 上來樓上了 大概距離地面是300公尺 才這樣嗎 怎麼感覺好像應該要更高啊 這邊蠻特別的就是上來這邊很嚴格 它有一些安全迅動 沒錯 在這個局限裡面呢 都不能拿出任何的手機 手機是不行的喔 也不能碰柵欄喔 柵欄是不能碰的喔 這些都是不行的 也不能在這邊跑 或者是跳 進來局限之後呢 就可以瘋狂的自拍 來請自拍 自私 耍怪 耍怪 OK 謝謝 來來 好 好 一秒鐘換30個動作的那個模特兒 來跑跑跑 現在要表演的呢 就是活在灰色地帶 假裝在跑但沒在跑 快插快插囉 快插囉 快插囉 早安 我們一起來包養吧 洗完臉之後 我會使用金斬花植物金黃化妝水 那拍上臉之後的感覺很舒爽又非常的好吸收 因為有添加金斬花的緣故 所以它可以達到鎮定肌膚減緩泛紅的效果 同時它也是一款沒有添加酸類可以溫和淨膚的化妝水 讓肌膚透出自然的光澤 KILLS的這個全面精準修復霜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我喜歡它喜歡到我隨時覺得哪裡乾 就會立刻來用它來解決這個乾燥的問題 它在接觸手的溫度化開之後延展性非常好 然後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 完全不用擔心黏膩的問題 而且又很滋潤 KILLS的這罐神級豪五冰核糖蛋白保濕霜 真的是我回購多年的沾貨 可以瞬間補水 而且鎖水能力非常的強 晚上擦完之後到隔天早上 皮膚還是非常的水嫩 我喜歡它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它完全不黏膩 質地非常的輕盈 而且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 而且不會讓我長痘痘 如果有化妝需求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妝前使用它 可以讓整個妝容比較浮貼 KILLS這罐真的超好用 讚! KILLS的這三罐產品都是我用下來非常喜歡的 推薦給大家 現在是放風時間 我們要去吃什麼飯 什麼? 豬舌 我們要去吃牛舌飯 在哪裡啊? 它叫牛舌 找一下 是這間 荔酒 哪個荔酒 荔酒 剛剛大概排隊排15分鐘嗎? 15分鐘 然後現在就進來了 看一下菜單有什麼 它這邊有小牛做的牛舌飯 有非常厚的這種牛舌 也有一般普通的牛舌 然後可以選擇要吃幾塊這樣子 這設定還不錯耶 你就自己選擇要吃多少 然後也可以是有鹽味跟味噌一起 這個是養成林點的牛排牛舌期間限定套餐 好吃好吃 我點的是一般鹽味的牛舌 然後是八切 它這邊同樣有附一個湯 牛舌本人 牛舌本人 好香 好好吃喔 太久沒吃到啊 好Q喔 那個 哪個 那個是哪個 熱到不行 趕快來吃吃 它這個已經很有味道了嗎? 很有味道了 有味的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而且你分明是一個不太愛牛舌的人耶 所以連我都覺得很好吃 我的這個厚度呢 還不是厚接喔 就已經很厚了 好好吃好好吃 你可以配那個泡菜吃 姐 你因為吃到後來會有點膩 而且我覺得它的鹽味是很入味的那種 懷疑它有沒有先煙過 應該有 然後它 應該是烤的嗎? 嗯 也不會烤到很 就是看起來是熟了沒有錯 但是吃起來完全不會柴 很嫩 然後 油脂什麼的 都很讚 我這個限定版的呢 它還有一個是牛排口味 但它上面呢 它也是牛舌嗎? 還是它是牛排肉 好像是牛排肉 好像是牛排肉 然後它的醬就是牛排醬 沒什麼特別 還是牛舌就好 讓我來吃吃看這個 不怎麼樣的牛排肉 嗯 就是很正常 但那個醬我覺得不出色 嗯 不用點 然後 旁邊有一個小菜 應該是 所謂的 嚼煮 然後裡面就有 牛棒啊 小的肉 還有 蒟蒻 味道非常的好 然後是冰冰涼涼 好吃 最後附的這個湯呢 也完全沒有在客氣 這裡面的肉超大一塊 沒有在馬虎的 我來吃這個抹茶甜點 看起來上面有很多抹茶粉 你會 咳得到 嗯 裡面是紅豆耶 而且有一點 奶霜 的感覺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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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裡面有一些 類奶霜的東西 所以整體不會覺得太乾 嗯 很滑口 好吃 我們這樣子兩個人 差不多是台幣1400 以這麼多牛舌來講 我覺得 算蠻划算 而且又很好吃 畢竟牛舌在台灣 這麼的貴 然後又不一定 吃 我們兩個老骨頭呢 剛剛放風時間 其實蠻長的 從中午 然後我們 五點半要集合 去下個地方 我們吃完飯 就覺得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回來睡覺 剛才又補眠了一個半小時 好好笑 現在要衝去集合 我們來到長居展 長居 等一下要去的 就是位在長居公園的 TING Lab 這邊的TING Lab呢 是戶外的 然後大概從 Nagai站 三號出口 鎖出來 幾分鐘 八分鐘 八分鐘 那也蠻近的 進來之後呢 可以有線上掃 掃 進來之後呢 可以線上 線上 進來之後可以直接從 QR Code裡面拿MAP 或者是這邊也有紙本的地圖 線上的做得很漂亮欸 線上是彩色的 很清楚 這個園區是六點之後才開放 然後最晚應該是八點半入場 哇 超美的 超漂亮 這個大道 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配合這些光影 然後還有結合它的音樂 經過靈異大道之後呢 就有一個湖 這個湖晚上這樣印著光 蠻漂亮的欸 這些倒影 就是這個 超漂亮的 我之前看好朋友來 就覺得 哇 這裡真的太美了 很像 泛谷的星空 下一區呢 就是很多的樹 然後打著各式各樣的燈光 弄得很像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感覺 這裡佈置了好多很像 軟的東西 不知道是象徵什麼 我覺得是象徵新生 好像是雷根桃 恩 謝謝 下一站呢 是少中的大巨蛋區 他有授權你這樣講 開始亂說 這些蛋呢 就是 可以碰它們 然後它會換顏色 跟換它的音效 現在來示範 換巨蛋色 真的會換欸 這裡真的很讚 因為它球擺得很密 很像 在闖關 然後你一直碰它 又會有不同的顏色 很好玩 下一區 哇 好厲害喔 它運用光影 然後打在樹幹上 打造出一些錯亂的感覺 看起來很像是樹幹在跳舞的感覺 很會玩這些光影 最後是這個 飄在湖上的 燈的小裝置 你剛剛說的很像什麼 紅泡 好意思 泡水的紅泡 但是這邊真的很厲害 然後弄得 主要是我覺得它的音樂 跟燈光的結合非常好 整個超有氣氛 非常好 軟入到這個奇幻的世界觀 我覺得很適合整個家庭 帶小朋友來這邊放電 讓小孩在那邊狂跑 狂玩 因為它除了可以用砍的 它還有像大巨蛋那個 可以互動的裝置 還不錯 但是燈光有點暗 所以還是要小心一點 結束TEAMLAB 我們搭車來到 新齋橋 準備要先來吃晚餐 還要吃學生 哇看到 看到 看到 看到後面有 Shake Shack 蛤 來這邊吃這個 好 就晃 還是你要挑戰看看這邊的 是不是一樣 我在東京吃過 對 讚 我們要來吃這間 浪花蛋包飯 也是在網路上找到的 然後距離剛剛 潔運站走出來大概 五分鐘 五六分鐘 嗯 它 它好像在樓上的樣子 欸 還是在前面啊 應該在 喔在前面 在前面 帶一個看起來像 民宅的地方 這間 全國大會 前四名的意思嗎 應該是 這邊有提供中文的菜單 寫的蠻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要點什麼 它有附一碗小的湯 用這種 減餐店的杯子裝的 它不是說很燙嗎 你平常貓蛇現在怎麼 好像 又取的分量比較少 我覺得你是挑東西喝吧 好鹹喔 這個湯呢 喝起來很像是 很奢華的泡麵湯 就是 很多東西在裡面 這個是 羊點的 好像是他們這邊的招牌 有用和牛的牛筋的蛋包飯 我點的是原味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加點兩塊炸雞 它都是現炸的 它的飯呢 我剛才看它是有先炒過的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很好奇 它那個牛筋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軟軟軟 那味道呢 我很好奇它的口味啊 牛筋有點老味 你說牛味比較厚重 是嗎 那它的蛋包呢 靈魂 靈魂就是蛋包 它蛋包就是 要生不熟 然後 很 剛好 然後很 滑 哇 吹入口 飯不錯 因為它 那個蕃茄醬有 有香氣 對 吃得出那個香味在 不是只有顏色而已 然後醬的顏色看起來很濃郁 但其實吃入口沒有想中那麼的鹹 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但 說實話我覺得沒有到特別的出色 沒有到太驚艷到過的感覺 我覺得你吃我的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真的 平庸喔 你的比較好 嗯 好鹹 好膩 好膩 這間我個人是 嗯 大家自己一回 我沒有到很喜歡欸 尤其吃到後面 覺得太膩口了 沒有一定要來這樣子 除非真的 很想吃蛋包飯 不然真的是 嗯 嗯 現在要走去找那個 顧力國跑跑人 大阪比想像中的人也多太多了吧 我們剛才在後面那一頭沒什麼感覺 現在來到 那個看板附近 人爆多 每次來大阪都要來看一下 他好像有更新的感覺 好明亮喔 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看板呢 九點之後就會關燈 所以建議八點五十五分來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有開燈的樣子 之後要拍照 沒有那個背光 反而比較好拍了 讚 來這邊朝聖一下 有一間馬來摩的珍珠奶茶店 有要提告嗎 主打馬來摩就算了 但他又有台灣 台灣跟馬來摩的關係是什麼 你本人 那你要買一杯喝喝看嗎 不要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京都了 剛剛搭了四五十分鐘的車 然後現在我們身後是鴨川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參訪一下那個京都的一些景點 簡單參訪 對 現在差不多是快要十一點 所以我們應該會先去吃點東西 因為早上都沒有吃 然後又集合時間很早 京都的天氣呢 比大阪冷很多 我們沒有預料到 現在有點突然的凍僵 說不出話來 手也有點動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先去吃飯 暖暖身 我上一次來京都大概已經十年前了 很久沒有感受到這種很日式傳統的氛圍 我們要來吃這間柚子鍋 目前還沒有營業 要等到十一點 現在有點小尷尬 已經十一點了 但店還沒有開 我們是看Google map 上面是寫十一點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的問題是齁 就是這邊的店都沒有這麼早開 那怎麼辦呢 好餓好餓 麥當勞 謝謝 我們不死心 結果他燈亮了 他說十一點半才開 Google map跟網站上面都不準 我要來先檢查一下 終於進來啦 耍柚子 好期待 菜單有中文的還蠻方便的 然後基本上就是 看要吃什麼主食 有蝦 有魚 有豬肉 雞肉這樣子 然後他好像還有餃子鍋 好像最有名是餃子 這樣子是兩人份 我們點了豬跟雞 旁邊的青菜就是附在整個餐裡面的 然後還有一點點這個柚子醬 感覺很新鮮喔 現在餃子來了 餃子也是一起放進去火鍋裡面煮 我要先來品嘗一下他這個湯 原味的湯頭 好香喔 滿滿的柚子香氣 很好喝 很好喝耶 不會很酸 主要還是以鹹味為主 然後我覺得等一下煮了肉 再煮更多之後 應該會更讚 好吃喔 那個菜 青菜也超棒 搭配了柚子 那個湯底的關係 整個吃起來很爽口 然後那個菜呢 用了很多不同種類 所以吃進去會有不同的口感 很棒 哇 馬克 雞肉 很甜耶 很棒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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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皮和油脂已經釋放得差到好處 來沾沾看這個醬 偏鹹 我個人覺得不用沾沒關係 因為其實那個底已經滿鹹 但是他這個醬 就是那種 會帶有一點辣感的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如果喝湯的話 可以把它和在湯裡面 應該是還不錯 柚子胡椒 嗯 好像是他的強項 是餃子 餡裡面有 一點香油 然後也有一點胡椒 餡弄得很好 來吃豬肉 他是那種 有脂跟 嗯 就是肥肉跟瘦肉 算是 蠻均勻的那種 很好吃 因為 像那個柚子的房底 算是比較澀的那種 那他這個比較多油花 配在一起 絕配 比起雞肉我更喜歡豬肉 我覺得很好吃 我們這樣子吃 差不多是台幣一千五百塊 我覺得還OK 因為現在台北吃飯 要吃稍微好一點 嗯 也都是這個價錢 甚至可能更貴 對 然後加上現在日幣貶值的關係 所以相對起來覺得 嗯 沒有以前來這邊的時候 覺得每一餐吃飯都一定很貴 這種感覺 而且這邊算是觀光區 相對價位感覺會高一點 但其實還好 吃完鹹的要幹嘛 吃甜的 我以為你會接一些說什麼 跳一支舞之類的 我剛剛原本想要這樣想 沒力氣 喔 來到大碗百貨 耶到了Harts 來日本就一定要吃他的水果蛋糕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就是這個 草莓蛋糕 看起來很好吃喔 這個是我點的千層水果 水果千層 最經典的 沒錯 這趟直了吧 來了來了 好期待喔 超久沒吃 上次吃甚至是在紐約吧 對 直了 哼 還掉到我底下 這趟直了 真的有來日本還是要來吃啦 不敢相信我們從百貨出來之後 居然出太陽了 請問一下我們的巷島 這個法官寺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應該就是日本很知名的寺吧 我覺得你會被日本觀光局告耶 對不起 他們今天還來送伙伴給我們 然後你在這邊給我亂講一通 旁邊有很多商店 感覺是一些紀念品店 或是餐廳這樣 好多遊客喔今天 但感覺還不是最多人的時候 但運氣真的很好耶 這個藍天 好讚 我覺得這邊蠻值得來耶 就可以來看一下古蹟 然後整個商店街也非常有 那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氛圍超好 氛圍很棒 還有什麼要說的 沒有可以說沒有 沒有 謝謝 來到福建道河站 要去看道河神社的千鳥居 大社的門口長這樣子 剛剛查了一下說狐狸是這個大社的神獸 所以有點像是門神這樣在保護這個大社 這裡就是千本鳥居的入口啦 是不是一季回一路的這邊拍啊 哇 好壯觀喔 真是美 通過比較高的之後呢 就是比較矮的 哇不同的風情 矮的走完居然又有一個就是高的還是中的 超高的 好多耶真的是一千個 從他的側面看也覺得很壯觀 就是有這個高低的層次落差 他上面寫納縫可能就是每個人的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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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啊就跟我在廟裡面有一塊是我的名字 就是那塊牆是我捐的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大家全世界廟都大同小 嗯好我們會慢慢的走回去 然後待會就要回大阪 謝謝Kiehl's的邀請推薦我喜歡的三更保養品給大家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也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掰掰 掰掰 我覺得 嘗試 這個是 說